第十一集 金枪鱼与海豚 大海里,一条海豚追逐着一条金枪鱼,海水发出哗哗响声,眼看着海豚越追越近。 金枪鱼忽然奋力一跳,没想到跳得太用力,搁浅在岸边了。 紧追不舍的海豚也跟着一跳,同样也搁浅在岸边。 这一时,金枪鱼反而笑了,他对着奄奄一息的海豚说, 你紧追着我的时候,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现在的下场吧? 看见你,也会与我一同死去,我对死也不再害怕了。 这个故事说明,有些人看到那些造成别人不幸的元凶得到报应,便容易忍受痛苦。